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兜兜转转几年下来 在这过程中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两大要事 结婚和生子 一家三口非常的幸福 但在为了生活而日渐忙碌的过程中 我渐渐地发现 我好像忘了我当初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我起初的梦想又是什么 这种感觉让我恍然若失 但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改变 直到通过朋友的分享 我认识了爱多美 起初只是被爱多美的产品深深地吸引住了 一个小小的卸妆乳就完全俘获了我的心 那作为一个爱美的女性 平时对卸妆这块呢 我还是比较注重的 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只有清洁做到位了 后续的护肤品呢 才能更好地吸收 用完爱多美的卸妆乳之后呢 感觉毛孔清爽了很多 使用感特别的温和 特别的舒服 慢慢地 我开始体验更多爱多美的产品 我的家人呢 也爱上了爱多美的产品 在一次线下沙龙会上 观看了一段董事长的视频 均衡的生活及人生规划 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 董事长说 我们要制定自己人生的规划 要想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成为怎样的成功者 要将想要实现的目标在脑海中制作出一部电影 刻画出自己的梦想 这样才能一步步实现心中的梦想 如果只是嘴上说说 是无法实现的 那当听到这些之后呢 我才明白过来 自己为什么打拼了这么多年 依然没有结果 反而离梦想越来越远 是因为我没有清晰地刻画出自己的梦想 并制定计划 突然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带领大家 一起来了解这家唤醒我梦想的体验 那爱多美的诞生呢 源自于这个叫做梦想的男人 也是我们的创始人 朴涵基董事长 和许许多多的平凡人一样 朴涵基董事长曾经也是一名上班族 几十年的上班生涯让他觉得特别的枯燥无味 而且退休生活呢 又无法得到保障 于是他辞掉了原有的工作 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2000年他创新性地开办了一家线上购物商城 叫Amcree 由于过于超前 网络还没有那么的发达 最终以失败告终了 但是他没有放弃 始终坚信自己的梦想 在2009年6月 他创立了爱多美公司 虽然最开始只有17名会员 但经过多年的努力 如今爱多美已经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发展了业务 全球会员人数也仅经突破千万 他本人也担任了韩国行业协会的主席 几年间 他本人也荣登了韩国福布斯杂志 财富杂志 东南亚日报 朝鲜日报等 多家知名杂志的首页 韩国SBS电视台也对朴韩基董事长进行了专访 那正是凭借着正直善良的品格 为顾客着想的心 他才能从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成为了享誉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家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人 只要敢于梦想 制定清晰的计划 坚韧不拔地向着目标往前冲 平凡的人也一样可以取得成功 而且正直善良并且遵守原则的人 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爱多美2009年6月在韩国成立 2010年就进军了美国 2011年在日本 加拿大开设了分公司 如今已经遍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也相继在中国和印度 这两个人口大国开设了分公司 未来将会在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 新西兰 英国等国家和地区 开始海外分公司 未来爱多美会走进全世界的千家万户 那成立至今呢 爱多美的业绩也在逐年的快速增长 2019年全球销售额已经达到了 1兆5000亿韩元 约等于86亿人民币 那为什么一家公司可以在短短的11年时间 取得这么瞩目的成绩呢 其实这与它的经营目标 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爱多美的第一个经营目标是 超越顾客的感动 实现顾客的成功 爱多美贯彻的是小孩哲学 就像我们妈妈爱着自己的小孩一样 养育小孩呢 并不是为了从小孩身上得到什么 而是希望他能够成长和成功 所以爱多美是致力于让顾客感动 让顾客成功的企业 爱多美是韩国业界首个获得CCM认证的企业 是指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 从爱多美的产品规格呢 就可以体现出这一点 它的眼霜是我有史以来见过最大瓶的眼霜了 而且是超级浓缩的 一瓶有40毫升 已经赶上了我们普通面霜的含量了 那用起来一点也不会心疼 不用再像以前用其他产品那样 扣扣嗖嗖的不舍得用了 那很多人都会好奇的去问董事长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量 为什么不把规格做小一点 这样用起来就会快一点 用完了就可以重复再买了呀 董事长说 我们的护肤品是为了带给会员美丽的 那多放一些 大家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另吸 每次使用都涂抹一些 这样效果一定才会更好 那我们另外一款明星产品 幻力影 在最初问世的时候 一盒只有30代 很多会员朋友呢 会把自己的分享给别人 让他们也体验这么好的产品 很快就使用完了 会长发现这个情况后呢 为了保障会员 在与其他人分享产品之后 还能满足自身的使用需求 就不断地增加每核的代数 从30代加到45代 再到最终的60代 而这最让人感动的是 只加量不加价 真正地实现了让消费者感动的企业 那爱多美第二个经营目标呢 是成为超链接的枢纽 好的产品便宜卖是流通的本质 而枢纽就是汇聚与输出 爱多美通过GSGS战略 全球采购 全球销售 汇聚全球符合大众精品战略的产品 再通过爱多美这个超链接枢纽 把物美价廉的产品输出到世界各地 走进千家万户 同时又是连接全球优秀供应商 和消费会员的纽带 通过这个超链接枢纽 屏幕前的你我他 也会建立自己的个人平台 成为这个流通枢纽的一个中心 获得全方位的学习与成长 那爱多美第三个经营目标是 打造超一流的企业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衡量 超一流企业的标准的 我认为的超一流企业呢 它的业绩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 产品包装呢 一定要高端奢华 公司装修一定要非常的豪华气派 但听完朴涵基董事长 对超一流企业的理解之后 让我有个很深刻的改观 他说所谓超一流企业 并不是只外表有多么的华丽 而是在于企业本身的发展理念 因为董事长有过创业失败的经历 所以他认为一家企业的第一要务 就是生存 只有企业存在 企业的员工经营者 才有生存的土壤 好的产品便宜卖 将好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消费者才会不断的增加 员工经营者 也才能永续长久的就业经营 超一流企业呢 还要有超一流的人才 我们需要正值 有道德的员工经营者 来经营这个公司 公司才能稳定长久 成为百年企业 那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基石 独具魅力的三大文化 也引领着爱多美成为百年企业 不断的前行 爱多美从设立开始 就专门成立了自律委员会 创立了坚持正道的原则中心文化 坚持做合法的企业公民 公司呢 遵守各项国家的法律法规 爱多美希望 每位与爱多美结缘的个人 企业乃至社区 都能在爱多美共同成长 它提供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 给到顾客 提高生活品质 为经营者提供成就事业的平台 持续的去回馈社会 每一个和爱多美合作的厂商 也都因为爱多美业绩的增长 而实现了自身业绩的增长 并且合作厂商的员工 也能获得更好的待遇 比如科马BNH 与爱多美合作之后 九年间业绩增长了十一倍 另一个红生丹企业的业绩 增长了十倍 这就是爱多美共同成长的文化 同时爱多美公司也热衷于公益活动 十一年间从未间断过 2019年仅社会福利募捐会 就捐赠了100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5800多万 2020年捐助公共儿童康复医院 27亿韩币 折合人民币1600多万 爱多美中国也在营收的第一年 2020年12月 向中国熬童少年基金会 捐赠200万元上款 计划用于开展爱多美慈善教育工艺项目 帮助至少七所偏远地区学校 改善学校的硬件和软件条件 让更多孩子拥有公平和更有质量的教育环境 同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举办了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捐赠一事 活动中 爱多美中国公司 向中华儿童慈善捐助会 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 并拟定启动爱多美专项基金 致力于关注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公益活动 助力推动健康中国的国家政策 那首批善款将用于微笑行动 于2021年开展至少70名患有虫恶劣疾病的 控禁家庭患儿的救助 望早日帮助更多的虫恶劣患儿 展示灿烂的微笑 这就是爱多美分享的文化 它承担社会公民的责任 受益于社会 回馈于社会 帮助更多的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爱多美呢 通过无成本预算 进行产品开发 一品一设 确保竞争力 来保证产品的质量 同时减少流通的环节 减少企业内部浪费 扁平化管理等诸多因素 来降低产品的价格 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环节 也都力求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提供强有力的技术研发支持 科马等知名企业则为我们提供多款产品的研发生产供应 强大的研发实力及精湛的加工水准 造就了爱多美款款精品 实现了同行业退货率最低 只有0.19% 明星产品换利盈 连续6年蝉联同行业单品销售额第一 艾斯洛特系列 在同行业化妆品类单品销售额排名第一 而且还获得了RI52奖英识大奖 这么优秀的企业 这么好的产品 开始了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2016年12月27日 爱多美作为烟台市的重点外商投资项目 由韩国爱多美与烟台市高新区政府签约 落户于烟台市中韩产业园内 目前已经在全国成立了7家分公司 相继也会在其他的城市不断地开设分公司 短期内还会完善各项公司系统和体系 持续完成海外产品在国内的注册 进口、备安 同时也会开发中国国内的优质企业及产品 公司也搭建了完美的成功系统 为没有经验的市场伙伴 提供个人成长进步的培训系统 为了帮助我们在爱多美实现成功 公司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培训系统 每周六的线上一日研讨会 线上成功学院 以及地区的领导力研讨会 那疫情过后呢 我们还会不断地开展线下一日研讨会和成功学院 以助力我们成功 那我一开始呢 是被爱多美的产品感动 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变成一个爱用者和受益者 从它的企业文化中呢 让我感受到了深存的意义 人生在世呢 我们是需要实现很多人生价值的 不然就跟行事走肉也没有任何分别了 我坚信跟着这样一家以人为本 诚信经营的企业 把好的产品 好的志业机会 分享给需要它的人 那我们的人生梦想 终将会得到实现 很多正直善良的人 已经在爱多美书写着自己的均衡人生 也期待您与爱多美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续写这美好 我的分享在这里结束了 谢谢您的聆听